各位666数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好久好久没有分享了 确实最近特别特别忙 我们很多网友给周老师做留言 说让老师分享一些自信片 一些跟大学生创业有关的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以大学生创业为例 来去分享自信片 那么首先人为什么要自信 周老师在以前有分享过 自信是成功的基石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不自信的人 然后可以成功的 各行各业 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他一定是自信的 那人为什么会有自信呢 自信来源到底来源于哪里 然后大家一定要记住 自信的来源的第一个点 把它写下来叫做梦想 周老师又录过一个相信片 叫相信相信的力量 也录过梦想片 那么梦想对人特别特别的重要 以前周老师也是没有自信的 那周老师15岁离家 初中没有毕业 没有资源 没有人脉 在工地打工 然后在工厂打工 这么穷的一个少年 怎么可能有自信呢 那我是什么时候有自信的呢 是我在看穷爸爸 富爸爸那本书的时候 当我看完那本书的时候 我生起了一个梦想 就是财富自由 当我有了梦想以后 我突然特别有了自信 因为我知道我未来 我会成为谁 而且当我以前 跟那些百万富翁 在一起沟通的时候 我会没有自信 我觉得他比我有钱 但是当我有梦想的时候 我瞬间觉得 我的梦想是财富自由 变成亿万富翁 他只是个小小的百万富翁而已 而且他只是钱的奴隶 他一辈子为钱工作 他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财富自由 我就会瞬间拥有自信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 自信的第一个来源 就是梦想 那么第二个来源是什么呢 第二个来源就是 你要做你擅长的事 你才会自信 就当一个人 就是我举个例子啊 麦克尔杰克逊 其实他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他从小也是被他父亲打 然后呢 不喜欢跟别人交流 他也不会跟别人交流 其实他也是个孩子 但是当他一旦拿起麦克风 走上舞台唱歌的时候 他瞬间拥有自信 包括我们的这个女神 我们的歌神 王菲也是一样 他在台下就是个普通人 但是一上台音乐 一响起 马上拥有自信 所以自信来源于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梦想 第二个就是做你擅长的事 上帝不会制造垃圾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是带着使命来的 那上帝为了让你完成使命 都会给到你一个天赋 当你拿到你的天赋 进入你的轨道 去完成你的使命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特别特别顺利 那为什么很多人不成功呢 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天赋 他一辈子都没有进入自己的轨道 就像刘翔一样 刘翔做任何东西都不会成功 他以前就是一个普通的 这个白米赛跑的人 但是当他一旦发现跨栏这个运动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哇这个运动他有感觉 他太爱这个运动了 而且这个运动是他擅长的 可以把他的所有的天赋 全部发挥出来 所以刘翔能够成功 能够夺冠 在这个项目上 从来没有黄总人夺过冠 而刘翔为什么能夺冠 上帝派他下来 就是让他来破纪录的 那如果说刘翔 还是在做白米赛跑 他没有去跨栏的话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成功 所以你的天赋是什么 你的使命是什么 你的轨道是什么 一旦你找到了自己的天赋 一旦你找到了自己的轨道 一旦你开始进入自己的轨道 去完成自己使命的时候 你会瞬间拥有强大的自信 因为你会发现 什么叫自信 你做一个事 做一个乘一个 做一个乘一个 你能不自信吗 你做一件事 做一个失败一个 做一个失败一个 总是不如别人 你能不自卑吗 所以自信最重要的 就是来源于这两条 那一个是梦想 一个就是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轨道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那很多人说了 老师我怎么样才能有梦想的 那生起梦想的最大的核心 两个字叫做见识 叫做你的梦想是怎么来的 没有观世界 何来世界观 朗朗从小自闭 内向不敢说话 老师闷闷挂蛋 然后是整个 书外兄弟的最美熟悉的一个 但是朗朗的爸 听了一堂课 然后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 孩子没有梦想 就像鸟儿没有翅膀 长大以后无法飞翔 那怎么生起梦想 带他去看一看 带他去见识一下 结果他爸带他去欧洲旅游 听了一场演唱会 当他看到那个弹钢琴的上来的时候 他就生起一个梦想 他要成为钢琴家 就像周老师一样 周老师以前在工地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包工头 我到房地产公司上班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 房地产小中介的公司的老板 我的梦想在一步一步放大 因为我的见识一步一步放大 换句话讲 如果我没有走出去 我没有走出工地 可能我现在最多 也就是混一个包工头 所以后来周老师看到了 我的老师在台上演讲 上万人 那我的梦想就是成为超级演说家 成为中国的富爸爸 来帮助更多人财富自由 所以你的梦想跟什么有关 跟你的见识有关 一定要走出来 一定要走出你的村庄 走出你的县城 不要被你的地域所限制 老板的第一大死学 就是用农业思想活在全球时代 我今天问很多朋友 你为什么在你这个县城上班 我在这上的学 我家里是这里的 我嫁到这里了 谁跟你说你是这里人 就一定要在这里上班的呢 一定要走出来 犹太人 为什么是全世界最赚钱的民主 因为全世界只要有钱的地方 就有犹太人 在犹太人的思维里面 哪里有钱 哪里就是家 所以周老师清明节 回家祭祖的时候 我跟几个同学在一起 这个我们很非常好的朋友 在一起吃饭 我就突然发现了一个秘密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离家越远 这个人的见识越高 梦想越大 赚的钱就越多 真的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几个好朋友 然后呢 有一些朋友呢 就在村子里面工作 然后一个月可能只有几千块钱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呢 去到我们县城了 一个月他可能多一点 有个七八千 还有一个去到我们市里了 更多 一个月有一点一万多 那还有一个去到我们省会郑州了 他的工资更高 一年有将近几十万吧 三四十万年薪 那还有就是周老师 去到深圳了 然后呢 那一年随随便便 从几百万的收入 变成几千万的收入 那我后来就发现 离家越远 你的见识就越高 你的梦想就越大 梦想拉伸你的动力 然后动力就练出了你的能力 梦想拉高一分 能力NV列变 你赚的就越多 能力越大 赚的肯定就越多 所以周老师有一个惊奇的发现 那就是真的要走出来 不走出来 没有见识 没有关世界 何来世界关 所以当周老师那天 悟到这一条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要去美国发展 再次扩大自己的格局 所以这是第一条 你必须要有梦想 有了梦想 生起梦想 你就会有了自信 你就会有了信心 因为当你有大梦想的时候 你在看那些没有梦想的人 你简直就把那些人 当成蝼蚁 你跟他谈判 怎么会没有自信呢 周老师17岁的时候 跟那些上千万的老板谈判 太自信了 周老师做房地产经济的 跟那些上亿的老板在一起谈判 太有自信了 因为在我看来 他们都是奴隶 都是穷人 穷人只剩下钱了 他们一辈子为钱工作 变成钱的奴隶 而我是要做金钱的主任的 而我是要财富自由的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 把他们放到眼里 所以就无限的自信 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记住 因为我知道我是谁 所以我自信 然后第二个 那就是如何找到你擅长的事呢 那就一定要去做 你不去做 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东西你擅长 所以一定要去做 你有感觉的事 一定要做你有感觉的事 一个人这辈子最大的悲哀 就是找了一个没感觉的人 做了一件没感觉的事 如果你做那件事没感觉 那说明那不是你的轨道 那不是你的天赋 那也不是你的擅长 成功就是做有感觉的事 有感觉的做事 成功就是做你兴奋的事 兴奋的做事 如果这件事 你一做就兴奋 那说明这就是你的轨道 而且你做着做着发现 有可能他就是你的天赋 他就是你最大的擅长 如果你做这件事 你爱你有感觉 而且你每一个做一个 成一个做一个成一个 你怎么会没有自信呢 对吧 麦克尔杰克逊 平常没自信 一上台就有自信 对吧 刘翔其他没自信 一跨栏就有自信 对吧 周老师一演讲就有自信 所以就是这样 自信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今天分享的自信片 希望能够帮助我们 所有所有的人 都能够找到自信 那很多人会说 老师我怎么去找 我有感觉的事呢 周老师为什么做了26份工作 横垮12个行业 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 哪件事是我的轨道 我也不知道 哪件事是我擅长的 是我爱的 就必须得去找啊 必须得去找啊 就折腾啊 人生就是折腾啊 那个鞋只有穿进去 试一试才知道 到底适不适合你 到底搁不搁脚 所以要去找 真的要去找 要不停的去寻找 包括我们的很多大学生 很多大学生出来 然后呢 我不建议大学生创业啊 很多人让我一直让我分享 大学生创业这个主题 那周老师以前有聊过 大学生出来 不要创业 因为你一创就是 因为你没有创过 你怎么去创业呢 先去找工作 先去体验这个社会啊 对不对 不管你再有钱 你也不能去创业 先去体验 那大学生去创业 那应该怎么去体验呢 首先第一个 找一个大公司 找一个非常大的大公司 你只有去过大公司 如果以后你的公司做大了 你才知道大公司是怎么样 第二个 找一个小公司 非常小的公司 就是刚刚创业开始的公司 第三个 找一个中型公司 也就是大中小 三家公司全部历练过 你知道小公司是怎么做大的 大公司是怎么样的 中型公司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是第一个 你要找成功的公司 要找失败的公司 成功的公司 你知道什么怎么成功的 失败的公司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那你将来创业 就会避免失败 而且大学生去打工 一定要记住 要把那家公司 当成你自己的公司 只有你把那个公司 当成你自己的公司的时候 你才能够 就像把自己 当成那家公司的老板一样 那这个老板成功 你才能够吸取到 这个老板失败 你也才能够体验到 那这是第一点 给你们的建议 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 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第一个 那就是让你能够成长的 记住 比钱更多的是成长 只有你成长了 成果自然就来了 所以你要找 能够让你成长的工作 比如说 这个公司 它的培训系统非常好 比如说 培训公司 直销公司 那培训系统都非常好 可以让你快速成长 那这种公司 你就可以干 不给你钱 你也愿意干 然后第二种 就是可以让你 你想创什么业 你想在这个行业创业 你就去找一个 本行业的公司去做 因为你只要找一个 本行业的公司去做 然后你再出来 创业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而且成功率是最高的 比如说一个人 做IT 他从来没做过IT 他去创业 那失败率肯定很高 那这个人 已经做了15年的IT 他已经非常懂IT行业了 而且他通过15年的打工 他积累了IT 大量的人脉和资源 那这个时候 请问他再去创业 是不是成功率非常高 其实很多小老板 创业成功都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公司做了十几年 然后非常了解了 也有资源了 客户资源 然后同事资源 项目资源 然后一出来就创业成功了 那第三份工作 找一个能够 让你快速赚到钱的 快速赚到钱 你就可以积累 你创业的第一桶金 积累你的成本 创业成本 第四种公司 就是你找一个那种 能够让你积累人脉的 资源的 不管是人脉资源 还是项目资源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学生出来 你要怀出来一个梦想 我要成为企业家 我要创业 但是我今天先打工 但是我打工的每一家公司 我都要把他 再打工当成我自己的公司 周老师就是这么干的 然后不停的寻找寻找寻找 突然找到一个行业 你觉得我就要在这个行业创业 那就开始去到这个行业 最近顶级的公司 开始上班 上完班以后 你积累了这个公司 所有的经验人脉资源 然后这个时候才感叹 创业二字 而且这个时候 你们会非常有自信 因为你在这个公司 工作了很多年 你已经知道了 这就是你的轨道 因为你也已经找到了 你最擅长的 所以成功就是 找到自己的优势 把它发挥到极致 没有人没有缺点 每一个人都有缺点 高手不是把这个缺点赶 而是找到自己的优点 把它发挥到极致 那很多人说 老师我会进攻 但是我不会防守 我不学防守 我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会进攻 你防守你也防不会 你就只做进攻的事 然后你再找一个 只会防守的人 两个人一合作 就是双剑合璧 天下无敌 所以你会进攻 就只进攻 他会防守 就只防守 这就是没有完美的个人 只有完美的团队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 能够给大家带来自信 希望今天这段分享 能够告诉我们 所有的大学生 不再迷惘 不再痛苦了 那么一定要自信 一定要相信自己 上帝不会知道垃圾 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世界的王者 你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是自己生命当中的领袖 所以你们跟周老师一样 你们跟全天下 所有成功的人都一样 不管是马云 十一族 郭台铭王 永庆 李嘉诚 黄公益 乔布斯比尔盖 都跟你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强大起来 必须要拥有自信 因为你有梦想 因为你财富自由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梦想 财富自由是人类最伟大的梦想 所以周老师可以成功 你们都可以成功 周老师都有自信 你更应该有自信 所以自信 不是别人给你的 是你自己感受到的 活出来的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我们下一篇不见不散